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介绍这个扣具 圈供扣具 那圈的部分 中间我们用80的柱子 那其他的这个 外围的这个圈 网状编的部分 我们用120的柱子 还有水滴竹去做装饰 那棍的部分 我们用那个 120的日本小猪 以佩奥特的编织法做 取那个珠宝编织线 我们先介绍圈的部分 圈的部分 我们先取那个珠宝编织线 80公分 要记得线拿出来 要走线 要记得走线 80公分之后 我们加这个 80的柱子 16颗 16颗珠子之后 我的习惯 你可以就是在这里 就直接打一个结 那我的习惯 是把所有的珠子 全部回穿一次 所有的珠子回穿一次 那尾端只要留大概10公分 手可以握住就好 这个线的尾端 最主要是可以握住 它不会跑掉 这样就好 到这里 到最后一颗就好 第一颗不要再前进了 这样 然后两条线一起打平结 来注意一下 中间有一颗珠子没穿到 这样就不行 这样子你的圆就会 看一下 它会凸起来 这样就不可以 所以在打结之前 一定要注意一下 你是不是确实每一颗珠子都有穿到 如果没有 有那个漏掉的部分 那就再把它退回去 那退珠子的话 不应该是用针退回去 是要把针拿掉 然后线抽出来 那我懒得穿 重新穿线 所以我就直接 这样子 我就所有的珠子 全部前进一次 回穿一次 碰到第一颗珠子了 之后 两条线一起打平结 这个要让它密合 不可以让它有缝隙 它是要密合的状态 那这里打平结 短线压在长线的上面 短在上 由圈圈拉出来 拉紧 然后 一样 短在上 再绕一次 好 然后 拉紧 这样子就打一个平结 那打完平结之后 你已经分不出来 哪一边是第一颗 哪一边是最后一颗 没关系 直接在前进一颗就好 直接在前进一颗珠子 好 那前进之后呢 我接下来要加三颗日本小珠 一二三 现在再做这一颗默桿 现在这个要做的是这一个 第二 这个刚才已经做了 那第二是加三颗日本小珠 隔一颗 现有这个珠子出来 中间隔着一颗 前进下一颗 那我们现在加的是小的珠子 好 这里你要加三颗五颗都可以 加三颗它就比较贴 如果加五颗的话 它会比较高 这个会高起来 但是它一定要激素 它不可以是偶数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前进的是 正中间的那一颗珠子 那每一次都是加固定的珠子 你加三颗的话就是加三颗 然后隔一颗 这颗不要前进 因为你现出来的是在这里 在这一颗 第一颗现出来 第二颗不要前进 直接前进第三颗 一颗就好 然后把它拉减 再加三颗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做 加三颗小珠 隔一颗大珠 前进一颗大珠 这样子 那要做几次 把它做满 基本上我们是加十六颗珠 所以它应该要做八次 因为它是隔一颗前进 所以它应该会有八个 等一下会有八个三角形 我们做完的时候再看 记得中间都有隔一颗 如果没有隔一颗 它就最后结束的时候 它就会有那个差异 没有办法是刚刚好 在第一颗珠子 重叠了 它是不是就已经到这里来了 那到这里来之后 我们要做下一段 那这个部分 做起来它就会像三角形都弓起来 那如果你加五颗它这个就比较高 那我都会习惯让它贴的 不要让它很高 那你如果要让你的扣距比较大 比较夸张 那你可以加五颗 但是就是可以再多一点珠子 但是一定要基数 不可以是偶数 因为我们要前进的是中间这一颗 那现在线是在八领的珠子 在第一段 那我们现在要到这个网状边的 中间的这一个地方 所以我要前进两颗十二领 如果你加五颗 就会变成是前进三颗 就是要到中间的那一颗 到中间这一颗珠子之后 我现在要做的是在 这个三角形的顶点中间 都再加装饰的珠子上去 那这里我可以加一颗十二领 一颗水滴 一颗十二领 但是这样子的话 它会很刚刚好密集起来 贴着 所以我要让它有一点点幅度 我就直接加两颗十二领 一颗水滴 再两颗十二领 那前进的是下一个顶点 三角形的顶点 就出来了 那每一次都是加两颗十二领 再一颗水滴珠 再两颗十二领 如果你没有水滴珠 你可以用其他像说八领的珠子 或者是用三米的珍珠也可以 我有时候会用三米的珍珠去做 或者是四米的珍珠 那这个前后 我们现在这个中间的这颗珠子 前后都是各两颗珠子 两颗十二领 那你如果是用四米的珍珠 你可能前后就只能各一颗十二领 不然会太大 那甚至就是更大的珠子 我就直接就中间加一颗珍珠 也可以 那没有说一定要怎样 但是一定会是奇数 不会是偶数 那这一样就是加五颗珠 再前进下一个顶点 那这一样就是加五颗珠 再前进下一个顶点 好 变的时候要注意线不要卡线 好 如果你线卡到线没有注意到的话 它是你勾好 你揪鞭好了 要再拆可能就很辛苦 那像这样子最后一个 好 在这里 好 好 这是最后一个 这是第一个嘛 它同时也是最后一个 好 这样子它才有衔接起来 它就完成一个扣具 这个圈 好 那这个收线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就是 你可以在 像我在收的时候 我就会在走这个外围的地方 但我不会直线走 因为如果再继续走 它还是直线 所以我会绕到中间 你会绕到这个80的位置 然后再上来 然后甚至就是 直接又再下来 就不一定说 你一定要怎么走 就是顺着线走就好 顺着那个 绝对不可以 就是跳过竹子 让那个线在外面这样 不可以 不可以你直接跨过来那一边 那线就很明显 好 那收的时候就是 你可以 就是走几个之后 就可以做收 稍微做一个打结的动作 线 看一下 线现在是在这个80跟80的中间 那我绕这两颗柱子的中间 飘线 飘线起来之后 穿过这个环 拉脚 我就打一个结了 但是这样子不够 所以我不会 我不会这样子走直线 走直线它一拉 它就会松掉 所以我都会有这种上下走的动作 这样它才比较老 因为它是扣距 扣距的话 你如果编的不够牢固的话 它可能就很快就松脱了 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收 那我就不再收线了 那因为这样 你就以刚才那个方式去收 那这样子就一个圈 那这条线一样也要收进来 因为这一个的话 基本上我们刚才已经打拼结 所以它比较不容易收掉 所以我会直接绕这个80的柱子 绕几圈 我就直接剪掉了 但是这一条 我们编的这一个 就要再收一下 这样子 那像这样子 如果说 我们可以 就是要跟这个项链做结合的话 因为它是扣距 扣距就一定要跟项链做结合 那你也可以把这个线都全部收完 然后项链 如果说像这个 我们本来在编这个时候 不是有取珠宝编织线吗 那剪接扣距的时候 就直接来接这里 那怎么接 那你也可以 就是说如果你的支带是这样子 本身就没有多出来接这个线 那这里要直接接扣距 直接接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用这一条线 用这个扣距的线 你要用这 用项链的线 或者是用扣距的线都可以 如果你要用扣距的线 去跟项链做结合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线 要把它穿到 看你要从哪里 如果你要从这个地方巴链去做结合 那你就要穿到这里 那你要从这个尖尖的这个地方去做 跟它组合 这样子 也可以 看啰 这个水滴 水滴跟它跟项链做结合 这样子 或者是在这里 这个 这个地方 跟项链做结合 我开始的时候我都做这样子 巴铃的地方去跟项链做结合 可是有一个问题 因为你的施力点在这里 施力点在这一颗 久了这个会翘起来 会翘起来 所以我后来都改成 从中间珠去做结合 这里 直接这样子结合 那个力量一拉 它是平的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 还是穿到这个 三角点这个 那个地方去做结合 那既然要绕到这里做结合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线 把它走线走到这个位置 走到那个顶点的位置 一定要穿过 不可以在它前面就开始去做结合 那奖意上面的那个 D7 奖意上面的D7 这个就是 你要加几颗都可以 那奖意上面写加5颗 就是这个意思 你加5颗的12领之后 穿过扣具 穿过项链 如果说在这里的话 穿过项链 然后再加5颗 要一样多 5颗再回来这里 回来这一颗顶点这一颗柱子 那它就变成一个 接一个扣具了 那这个可多可少 那一样要收线收掉 收回来这个网状边的地方 那这是圈的部分 那这个叫做 是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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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它拆住 再把它拿起来 再把它切成小块 再把它切成小块 再换个起来 让它们可以切成小块